果章法师 果章法师中国著名高僧 法师又年挤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额美山出家 中年时赴康定拜南摩第三十多节枪佛为根本金刚丧师 后任额美山九老洞助持 法师借行严谨 正量高僧 能调伏山中九寿 能听到天人讲话 法师任物中山皆往四方藏 中山不舍成老 以弘法立身为物 2004年法师提到南摩第三十多节枪佛还卑类藏流 代表众生恳求鼎圣如来说 佛陀法王 地址想念领导人家 众生需要领导人家 并录影送达愿在太平洋彼岸的南摩第三十多节枪佛 录影时法师在悲念感召之下 管求圣法 以为报恩突然深陷火光 法师高寿108岁时在川西一大 医生诊断法师园吉 不料园吉数小时之后又复活睁眼说话 命令弟子将他移回街王庭寺再正式园吉 园吉十一日后 当地政府官员到街王庭寺巡视 不信法师道显高僧 一针赤起身体 竟然鲜血喷流而出 信众纷纷拿他打沾起血带回家供养 法师生死自由 其显现圣机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